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下边我们还是来关心其他方面的美国的新闻 在今天是12月31号 2020年我们在今天之后就要挥别它而走入2021年了 以往在这个跨年夜 这可是一个重要的时节 大家要聚在一块儿 朋友 家人我们聚在一起 大部分当然是聊天 吃东西 看电视 甚至于隔着荧幕 大家在玩游戏 年轻朋友们在网络游戏当中 也趁着这个时候放假 那么是乐此不疲 我们晚上还会听到 有烟火 或者有人鸣枪 对空鸣枪 表示以不一样的方式 迎接新年的到来 但是受到了COVID-19在今年的影响 所以2021年的倒数 现在媒体说 这个叫做寂寞倒数 因为包括了在以往在跨年夜的表演活动方面 这是在纽约的时报广场 在今年将会是冷冷清清的跨年 疫情当头之下 大伙大概都只能苦中作乐了 时报广场的水晶球 在以往都是全球跨年的重头戏 倒数深中 它慢慢的落下来 也为了延续传统 主办单位在今年9月 倒是宣布了 它的活动会照常举办 但是为了因应现在的疫情 所以虽然举办 但是不会开放一般民众入场 按照规划 到时候还是会有艺人 有现场的演出 也会有现场节目的转播 还有医护人员 这一些在今年的英雄人物 都会用特别来宾的身份 他们会出席 接近午夜的时候 他们倒不会像往年一样 到台上跟纽约市的市长 一同来按下跨年夜的倒数键 启动倒数60秒的降球的程序 在现在今年的 在纽约的水晶球的跨年重头戏 应该来讲是用不同的方式 比较寂寞的方式 苦中作乐的方式来做迎接了 但是也希望这样子谨慎的一个做法 谨慎的安排 在我们美国 我们每一位朋友 我们都能够尽快地 让自身的生活回到常规 回到我们日常的常规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 这是美国的联邦参议院 共和党领袖麦康奈 在昨天就说 民主党所提的抗议纾困支票金额 由600提高到2000美元的法案 参与近期是不太可能通过的 总统川普和参与的高层 现在出现了裂痕 要把这一个纾困支票 网上加码的提案 看起来希望不大了 而美国在疫情方面 也看到对于牛津疫苗 在英国阿斯特杰利康和牛津大学 合作研发的疫苗 在英国方面 在1月4号就开始要施打 但是欧盟这边 恐怕也要等到1月之后 才能够批准牛津疫苗 美国恐怕就要等到4月 才会批准了 美国的高阶官员说 预期美国是4月 会批准这一个阿斯特杰利康的疫苗 与美国菲萨尔与德国BNT 研发的疫苗相比 这一支疫苗 来自牛津大学和阿斯特杰利康 合作研究出来的疫苗 成本比较低廉 比较容易储存运输 英国将会在 现在是 昨天就已经批准上市 是全球第一个批准这支疫苗的国家 而在美国单日的染疫死亡 在昨天又创出了一个新高的记录 美国的首席传染病专家 Dr. Fauci则说 预期美国广泛接种疫苗之后 在明年的秋天 应该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在美国由疫情爆发以来 已经感染1971万 近6再加6000人染疫 有34万多人病故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院的院长 Dr. Fauci 在昨天和加州的州长纽松 线上讨论疫情的时候 他就表示 预期美国能够透过接种疫苗的作业 达到足够的群体免疫 在明年即将到来的2021年的秋季 有望恢复一些正常的状态了 另外美国在加州州长纽松 昨天就说 最初在英国所发现 具高度传染性的变种冠状病毒 现在在加州也检测出了 克罗拉多州也在日前 也发现了在美国的 这是第一例英国的变种病毒的病例 所以克罗拉多州之后 现在加州也发现了同样的变种病毒 接着我们也看到受到了疫情的冲击 朋友们还记得吧 我们在从去年到今年的暑假的这段时间 应该到八九月 我们都还在呼吁朋友们别忘了 那个时候是Census 是美国2020年的人口统计的活动 在那个时候呼吁所有的民众 都要参加不论身份 不论你的情形都要参加 来为自己的社区能够巩固 或者是说锁定更多在未来 政府方面十年的补助 在美国的这个人口调查 与统计局昨天就说 因为受疫情的冲击 还有政府施政方面的变动 会错过一个年终截止日期 没有办法提供用于划分各州国会席位 的人口统计资料了 在美国的Census Bureau声明中说 他们会继续地处理收集到的数据 并且尽可能在最接近的法定期限之内 计划在2021年初能够提供完整和准确的 各州人口数据 它来共划分之用 但是疫情的冲击之下 在美国在2020年第一批的人口统计资料 可能会因此而难缠 接着其他方面的美国新闻 也看到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欧洲联盟补贴民航企业之争 持续了16年 美国的贸易官员就在昨天表示 将会要提高对欧盟产品方面的关税 包括了这个关税 提高关税包括了法国和德国的飞机零件 还有葡萄酒都会在里边 未来朋友们要干杯的时候 要Cheers的时候 这个葡萄酒有可能价钱会往上涨不少了 做好准备了 最后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新闻 看到在政治方面 美国的国会1月6号要计算选举人票 正式认证大选的结果 为了提醒现任总统川普 他的最后一搏 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霍利 已经在昨天宣布要挑战国会的认证程序 不过在民主党把持的重愿之下 霍利能够挑战成功的几率 为乎其为 而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 他的政权交接团队的发言人 昨天就说 明年1月20号 拜登就职之后 将会迅速的采取行动 撤销在就职日前 还没有生效的川普政府的 有害的政策 他举劳工部裁决为例 这个裁决让企业更容易 称他们的员工为独立承认人 目的就是规避最低薪资和加班等保障 也代表在拜登上台之后 这一个裁决 这一个例子 有可能会立即的被新任政府废除 而拜登的提名的他的团队里边 现在也提名了西斯克 Kathleen Hicks 来担任国防部的副部长 这项人事冷暗 如果能够获得联邦参院的同意 西克斯将会成为第一名 任职五角大厦的第二高位的女性 西克斯现在担任的是 拜登五角大厦交接团队的领导人 她曾经在前总统欧巴马的任内 任职于国防部 然后和中国相关的呢 我们也看到 在现在美国政府高届官员说 总统川普前次阵子接获了情报 得知中国使徒向非国家行为者提供赏金 要他们攻击住阿富汗的美军 所以现在川普政府将会解密相关的情报 另外中国在COVID-19的武汉肺炎医院的医师李文亮 市井相关肺炎疫情一周年之际 白宫国安会现在推文悼念李文亮 附上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在五四运动周年的演说 他在演说中 他赞许李文亮是五四精神的继承人 我们最后在相关的财经方面呢 也看到美国纽约市中国城专卖亚洲百货的珠江百货 由1971年创立以来经营将近50年了 受到疫情的冲击 现在家族所有人都付不出房租了 所以在明年年初 这一个老字号在纽约的珠江百货 将会因为付不出租金要洗灯了 最后看到这是Bitcoins 比特币的价格狂飙 无疑是今年金融市场最受瞩目的事件之一 在这个月12月价格一再刷新了最高纪录 连过去都摒弃这种加密货币的股神巴菲特 旗下的投资公司伯克夏哈萨威市值 现在都快要被这个比特币给追上了 好的朋友们带给大家 就是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我们在接下来和听众一块关心 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 国际新闻呢 我们当然也看一下啊 在即将到来的跨年了 今天已经是12月31号了 在欧洲方面这个要挥别疫情肆虐的2020 在各地呢在跨年的活动 可以说跟以往相比热闹非凡 这个是大家心情雀跃的跨年活动 在今年却是以封城的方式 是冷冷清清的 不一样的形式在疫情的冲击之下 挥别2020迎接新年到来 全球数十亿人都在今天准备迎接新年 期盼借着庆祝活动来挥别病毒肆虐的2020 不过许多城市也为了抑制疫情 祭出了他们的封城措施 也纷纷取消了跨年的活动 那么在现在 法国到拉脱维亚以及到巴西 都在部署军警 要确保夜间的宵禁 在澳洲最大的城市雪梨 烟火还是将以令人炫目的景象 照亮海港 但是呢 到场亲自与会的人 大概不会太多了 那么在新爆发一波150人的群聚感染 在澳洲爆发之后 在当局已经严格的限制 往返雪梨的所有的交通 所以呢 在整个的全球方面 在欧洲方面也一样 在亚洲方面也是同样的 不过呢 有的时候年轻人啊 这个喜欢热闹 也许呢 在还是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城市 有一些青年朋友们 仍然不顾疫情 不顾专家的呼吁和警告 还是会要群聚在一块 如果这样子的情形 在我们的听众朋友 你的周遭发生 请您一定要记得提醒 提醒他们 好 下边我们来看 其他方面的国际新闻 首先呢 在疫苗方面是 继英国之后 现在阿根提批准了 牛津大学的相关的 这个肺炎疫苗 而英国首相强生 则在昨天说 英国目前六成确诊案例 都是COVID-19的变种病毒 英格兰方面 已经有2000万人 现在加入了第四级的警报 卫生大臣 韩考课在国会中说 英格兰地区将会有2000万人 由今天起加入 最严重的第四级的 疫情警报 所有非必要商店都会关闭 而中学将会延后开课 另外英国批准了 牛津的新冠病毒疫苗紧急使用 现在还建议要在两剂间隔 可以在4到12周之间 而间隔12周的方式 有别于他国 那么在这支疫苗的效力 他的还是有一些被怀疑的地方 没有得到解决 科学家则认为 目前还没有办法判断 到底隔多久是最有效的 那么在英国脱欧方面呢 现在我们晓得差不多已经完成了 首相强生在昨天签署了 脱欧后与欧盟的双边贸易协议 他称赞这份协议 是英国和欧洲缔造绝佳关系的 一个开端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的是德国 德国总理梅克尔在今年的 在今天的新年谈话当中 他重申明年9月大选 他是不会再参选 所以呢这是他最后的 任内最后一次的新年谈话 执政的15年当中 他认为在今年是最为艰困的一年 但是肺炎的疫苗开始施打之后 他也表示2021年将是充满希望的一年了 那么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现在加拿大联邦部长已经在昨天表示 不久之后将会要求航班乘客入境前 要出示相关的病毒的检验阴性证明 而消息人士也说 美国最快也会由下个礼拜企业扩大 要求所有的国际航空旅客都必须要裁剪 而在现在呢 印度方面呢 也在29号确诊了6名 由英国抵达印度的旅客感染了肺炎 这个变种病毒之后 在现在印度已经决定要延长禁止 英国航班入境到明年的1月7号了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和亚洲相关的 首先呢是看到呢 为了防止在肺炎疫情扩大 在日本方面 关东地区将会要所有的铁路公司 取消了在31号晚上到元旦的通宵营运 铁路公司在跨年时采取这样的措施 在日本来讲 这是相当相当的罕见的 好的朋友们 这是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在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我们一同关心的将会是在 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 中国的新闻先看到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31号晚上 勋力发表了新年贺词 内容则侧重在抗疫的成功全面脱贫 以及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等 内部的相关的宣传内容 并且以经过一年的风雨 来表示外交的处境 对于两岸港澳的议题 在这一次的习近平新年贺词当中 倒是并没有什么琢磨 那么在习近平回顾了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还有上海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等 强调的是改革开放创造了发展奇迹 今后还要以更大气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而在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会上 他重申了对台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还有九二共事 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的稳定 但是他并没有提及到 就是反台独这一个 这一个原来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话题 那么接着我们再看到的 这是关于在COVID-19方面 在中国的官方在今天宣布 批准了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 副条件上市 这是中国第一款获准上市的国产COVID-19疫苗 官员说将会为全国民众免延费的接种 而在中国本土疫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在北京市官方已经率先呼吁公务员 国企员工市民要在经过大年之后 响应的省区持续的扩大 贵州 湖北 浙江 陕西等省 以及一些地方籍的市政府 都大力的呼吁民众最好是原地过年了 因为在中国本土的疫情频频的发生 中国民众在今年的元旦春节旅游 现在痛而纷纷的也是舍远而囚禁 元旦和春节廉价选择不出审就近旅游 在现在旅游就是了怕健康码会出问题 所以民众在今年的元旦春节旅游 在中国来讲舍远求尽了 我们接着再来看到 这是中国在军备方面 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谭克菲 在今天以两集的词汇 描述中国及俄罗斯 以及中国和美军方面的关系 形容中国跟俄罗斯两军是 以心相交 成其久远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则指美方 是手里拿着锤子的人 看什么都像是钉子 而美军的飞弹驱逐舰 马侃号与卫博号 在31号上午由南向北 航津台湾海峡 中国国防部则指 美国的军舰是炫耀武力 挑衅搅局 危害了台海地区的和平以及稳定 接着在和台湾相关 我们看到有台籍的诈骗犯 由西班牙押解入中国 现在有29人被宣判有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14年到4年6个月 并且会刻意罚金 另外也看到 针对在中国双十一购物节的促销乱象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在昨天就对天猫 京东和唯品会三大电商平台 祭出了处分 每家企业都被罚人民币50万元 那么在和香港相关的 则是前香港政治成员周庭 在2号因为涉入反送中抗争 被判刑10月入狱以后 近日被升级为假级犯人 已经被移间到高度设防级别的大蓝女惩教所继续服刑 惩戒署则拒绝对此发出评论 而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 也因为涉嫌触犯港区国安法被起诉 早前或高等法院批准保释 港府对此不满 向中审法院提出了上诉许可 现在中审法院下午 则以涉及重大公众利益争议为由 已经批准了港府的上诉了 好的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在中国方面的新闻 而下边我们就要由台北的新闻主播接报 和朋友们关心来自台湾方面的报道 德州的听众朋友们早安 我是中央广播电台陈子华 现在提供给您台湾今天的相关消息 地方政府纷纷透过自治条例禁止莱猪 新政院在下午宣布 实案政策要一致 地方自治条例跟中央法规抵触 来寄临检出的规定无效或不予核定 从明年元旦起不得执行 政委员罗炳成说 相关地方自治安自治条例 凡是定有以行受体数 一律不得检出的规定 因为违反宪法 而且抵触了中央法规 从明天就是110年的1月1号起 原定者涵告无效 新定者不予核定 同时罗炳成表示 地方政府采取行政救济手段期间 仍需以中央的食品卫生安全管理法 为执法的标准 同时他也表示 如果有地方政府执意执行自治条例规定 将依法就办 呼吁地方政府不要视法律为无误 而对此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一华表示 难以执政县市 也能申请大法官解释 在事先出炉之前 地方修订的自治条例有权继续执行 而民进党团副盖事长郭国文则是表示 申请事先确实是厘清中央跟地方正义的方法 但是事先结果出炉之前 应该按照中央的法规走 而台湾从明年元旦开始开放萊猪进口 卫副部长陈时中在下午在健保费率记者会当中 被问到明年1月1号开始 是否就会有萊猪进入到台湾 他表示 他只能讲1月1号绝对不会有 而至于核实会输入台湾 他认为在短期内大概看不到 他并且分析 到现在为止 他还没有听过 有人喜欢萊猪 大家都不喜欢萊猪 只是程度不一 在这种情况之下 会有人去进口吗 他并且进一步指出 若有利可图 当然还是会有人跟市场立项操作 但是根据他向进口商的询问结果 萊猪在原产地的价差只有一元 价差仅有1.3% 基本上等于没有价差 因此按照常理 短期内不会有人进口 同时陈时中也强调 政府虽然准许进口 但是厂商不见得会进口 纵使进口到台湾 每一块肉 我们都会追得清清楚楚 让民众能够安心选择 中国深圳市盐田区法院在30号 就12港人偷渡案宣判 他们分别被判入狱7个月到3年不等 而其中两名为成年者遣返回港 台湾公民团体在今天集结声援12港人 痛批中国法院黑箱审判践踏人权 中原院台事所副研究员吴瑞仁则分析近期的局势 大胆香港不但是立法权被废 司法权也奄奄一席 只剩下行政权独大的独裁港府 吴瑞仁认为台湾政府远港行动已经有基础 但是在日渐严峻的侵蚀之下 希望台湾能够做得更多 他说 除了放宽移民就学措施之外 对于参与民主运动而受到迫害的人士的救援协助 对中国香港政府的谴责施压 必须采取更极其有利的行动 另外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律师则表示 12港人的遭遇距离台湾并不遥远 台人李孟居、李明哲也同样遭到中国黑箱囚禁 他相信台港同行齐力抗中才能够让民主之路走得更远 而对民间团体声援12港人 会政府必须采取更有利的行动来协助民主人士 对此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会议表示 会仔细研究公民团体提出的宝贵意见 并且持续沟通 让远港方案取得最大社会基础跟共识 邱垂正并且强调 政府将持续精进港人来台居留定居的制度跟法规 希望隐隐香港实际的情况 透过制度性机制以及力量 给予港人最实际的支持跟协助 继案792验出了全台首例的英国变种病毒之后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庄元祥在今天表示 又从英国留学生也就是案791中验出了第二例 个案在台期间均独自居家检疫 并没有散播到社区 而虽然外界有社区传播的疑虑 但是并没有证据显示有社区传播的风险 此外 指挥中心也从明年的1月15号开始 升级入境后检疫措施 恐怕会造成一波反国潮 而对防疫旅馆以及防疫车队量能是否足够 中央流行表示观光局会尽快地增设防疫旅馆 在近期就会达到要求 而指挥中心也在评估是否入境人潮会增多 像是移工或者是专案来台的人事入境 因会入驻集中检疫所 指挥中心也会在1月15号之前增加集中检疫所的床数 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在今天公布了 国内新增两例的境外移入COVID-19 分别的是来自于英国也就是案799 以及印度案800的入境 指挥中心统计 截至目前国内累计799例的确诊 分别为704例境外移入 56例本土病例 36例敦募舰队 2例航空器感染以及1例不明 另外1例也就是案530移除为空号 确诊个案当中有7人死亡 670人解除隔离 120人住院隔离当中 外界相当关注健保费率调涨多少 卫福部长陈时中在下午 亲自公布了明年度的健保费率调涨5.17% 平均每位投保者每个月增加保费63元 而对于安全准备金无法充当后年 明年恐怕必须要再次调高费率 陈时中也表示 卫福部会提出配套的方案 明年不会再次调涨 另外陈时中也强调 关注相关配套措施如果涉及修法 卫福部会在立法院下个会期提出草案 如果不需修法也会在下个会期 尽快展开社会对话召开相关的会议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今天宣布 台北市跨年晚会照常举办 总量管制人数则是下收到4万人 柯文哲坦诚这是艰难的决定 但是他认为台北市目前没有社区感染案例 应该以科学证据决定政策 不该被不理智的恐惧打败 而英国变种病毒在台湾县中 各地跨年活动也纷纷改为线上直播 只有台北市照常举办 但是降低入场人数的上限 对此行政院秘书长李孟健在今天表示 尊重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决定 但是也提醒台北市政府要做好防疫 不要造成疫情的破口 所以原则上是呼吁减少大型的聚会 另外也要求各地方政府要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 不过也尊重柯市长决定继续举办的决策 但是提醒台北市政府还有市民 一定要做好防疫的要求 不要造成防疫的破口 另外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因为和卫福部长陈时中通过电话 确认没有社区感染证据 才拍板北市跨年晚会照常举办 对此陈时中在校表示 并没有和柯文哲联络 今天师弟法院本会期的最后一天 在今天晚车的最后一项修法 就是原住民身份法部分修正草案三度通过 在过去台湾省政府时期 定定的三包身份认定标准 跟社会不够友善的氛围 让当时跟非原住民通婚的族人 被迫丧失原住民的身份 导致后代同样也无法回复身份 而提案修法的国民党立委 振天才发言时 特别感谢常委党团支持修法 过去规定是民国90年之后死亡的族人 若生前没有恢复身份 他的子女就会因为法令规定 无法回复身份 他表示 这次修法特别定地的两年宣导期 期盼原民会好好宣导 振天才说 但是为了让原民会能够更积极地去宣导 所以我们定了一个两年的一个期限 希望原民会能够积极地宣导 第一个是还在次的请他赶快回复 申请回复 已经过世的他的子女 可以在两年之内申请回复 另外民进党立委陈寅也透过脸书表示 在过去在社会对原住民不有甚的情况之下 许多的族人选择隐藏身份 使得后代想回复身份却被拘于蒙外 在法案三读之后 这些隔代兼具血统跟认同的族人 终于可以依照规定回复身份 以上就是今天台湾的相关消息 提供给听众朋友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持人